我重生回到老公带着白月光回来的那天 俩人看着我被婆婆扫地出门 小公子更是嘲讽我是不会下蛋的老母鸡 我摸着肚子 这里面可是未来的顶流明星和世界首富 我是寿终正寝的 身边富丽堂皇 儿孙满堂 死前 我就想 这辈子除了婚姻不完美 导致前半生过的贫困潦倒外 下半辈子我倒是活成了所有女人的榜样 唯一的遗憾 也就是没有好好教训过那个抛弃妻女的渣男陆明远 没想到 再次睁眼后 我看见了陆明远牵着白月光的手 将一张离婚写议书推到我的面前 他被推边嘚瑟说 默默前几天给我生理对双胞胎 都是男的 杨默默捏着他的手 用着挑衅的目光看着我笑 这 我不是死了吗 这画面咋这么的似曾相识 没有理会这对狗男女见到爆的表情 我赶紧拿起抓在手里的苹果手机 果然是2011年10月30 上辈子 就是这一天 陆明远和我离婚 我不甘心 婆婆就拿着扫帚 拼命地打在了我的身上 要将我这个算命师 口中生不出儿子 没有忘复志向的女人 扫地出门 那时候 这奇葩的一家人 压根不知道我已经怀孕了 而且在九个月后 将生下未来的大明星 和世界首富 呦呦呦 小姑子陆萱萱 按捺不住了 见我迟迟不签协议 在旁边阴阳怪气着 生不出儿子的人伤心了 知道自己以后不能白吃白住了 要上街挖野菜了 现在开始装白吃不签字了 婆婆一听 急了 立刻跑到厨房 准备去拿扫把 重现前世的一幕 陆明远见词 假惺惺了一下 月结 我们就好聚好散吧 这协议上 我给了留了一套房 五十万的现金 也足够你好好过一辈子了 见我抬头冷冷地看着她 陆明远叹气 实话实说吧 如果当时不是默默 被家里逼着结婚了 我也不会一气之下 随便找了你结婚 这些年 你这个陆太太也做够了 也该知足了 杨默默在旁边 扯了扯陆明远的衣袖 房子和五十万吗 我自动忽略了 那白月光的小动作 眼神撇向厨房 果然 陆明远刚说完这话 跟前世一模一样的 一幕又重现了 陆明远他妈恶狠狠地 拿着扫帚走了出来 咄咄逼人地喊着 凭什么 凭什么给她 这些年她也想够服了 也没有给我们家天根苗 为什么要给她 以后让她倒贴 给其他男人了 上辈子 我就是在这样的一唱一鹤中 被打出家门 从台阶上滚落 差点流产 进了医院后 陆明远非但没有来看我 就连我住院 到底是为了什么也不关心 就知道发短信催我离婚 要给她那两个刚出生的儿子 名正言顺地上户口 幸好 后来我也死心了 离婚后 全心全意地 把生下来的儿女抚养长大 儿子叫王健健 女儿叫王安安 当时我要得也就这么多 只想让子女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地长大 就连我也没有想到 因为陆明远之后的 一系列骚操作 后来竟将兄妹两个 逼成了想运世界级的人物 不过此刻 我也不再去想那么多 而是拿起了眼前的离婚协议书 冷冷地扫过了那对狗男女 紧紧牵着的手 还有恶婆婆和小姑子 这对母女 嚣张嘚瑟的嘴脸 我拿起了放在旁边的笔 缓缓地加上一条附加协议 附件条款 王玉杰愿意净身出户 条件为陆明远放弃抚养权 不得以任何理由 骚扰和争夺 与王玉杰配偶时期生下的子女 陆明远皱了皱眉头 刚想说话 旁边的杨默默又扯了扯她的手 旁边的婆婆更是露出了吃笑的表情 陆萱萱更是不屑到孩子 搞得你能生一样 现在离都要离了 哪里来的子女 见陆明远点头 我不由感觉到了一阵嘲讽 现在的陆明远 怎么也没有想到 她和杨默默生下的孩子 压根就不是她的 后来 我不知道陆明远是怎么知道的 反正知道以后 天天带着她妈和妹妹上门 抢我儿子和女儿 闹得我们不知道搬了几次家 他们还像复古之躯一样缠着 最终等官司赢了以后 我发现我已经像是老了十几岁一样 头发都白了很多 健健和安安这对兄妹 也因此被耽误了学习 也幸好后来这俩够争气 硬生生的把成绩拉了回来 不然也没有了我幸福的后半生 好了 我把名字签好了 既然陆明远都点头答应了 我最后怕的一点 我也不再磨叽 直接在离婚协议书上 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婆婆 不 前婆婆连忙抢过了协议书 看着我上面写字院 净身出户的几个字 笑得合不拢嘴 只是她怎么也没有想到 就在陆明远签完字后 我直接走了出去 打开大门 下了台阶的那刻 我用尽了所有力气 一把坐在了地上 嚎啕大哭了起来 各位邻居啊 你们出来看看啊 陆家要去小三了 不要我这个老婆了 不仅如此 陆家还逼我签下 净身出户的协议啊 要赶我出门 要把我赶尽杀绝啊 我卯足尽在那边喊着 因为前世我就听说 离婚以后 为了让杨默默顺理成章的入门 陆家在外面造谣污蔑 我在外面偷人 说我是找到了更有钱的 抛弃了他陆明远 这辈子 我可不想再担上这种污名 我这一喊 直接把别墅区里 在家的邻居都喊了出来 特别是那些平时日没事做 在小区里 只知道磕瓜子聊八卦的 老头老太们 天杀的呀 陆家为了一个小三 就这么对我呀 陆明远 你有良心吗 你一个农村出来的 有今天 是谁一开始卖掉了 我爸留给了我的房 给你创业啊 是谁当初喊着 把你妈和妹妹 接到成你享福啊 陆明远 你这个没良心的呀 你不仅没良心 你还不是人啊 背着我外面找偷人啊 连孩子都有了呀 虽然这样哭有点丢人 可想到如果我不这么做 反倒是便宜了这对狗男女 凭什么他们可以享受 靠我得到的财富 我就要出去苦伤二十几年 天天干着小工 拉扯儿女不说 时不时还要说 陆明远这对狗男女的骚扰 他没发现 自己的两个儿子 不是亲生的之前 还在杨默默的怂恿下 一次次第欺负我 未来大明星女儿和首富儿子 想到这里 本来是想好好地闹一场的 结果哭着喊着 反而委屈劲就上来了 周围也有人报警了 等警察来的时候 陆明远的妈 正拿着我签名的协议书在喊着 是她自己要净身出户的 不是我们家逼的 再说 她跟我儿子五年了 一个蛋都生不出来 还天天在家里啥也不干 混吃等死 连我这个婆婆都不伺候 街坊邻居平平 这样不能给我陆家 传宗接代的女人 不离婚 是要我陆家段子绝孙吗 说着说着 她竟捏着扫把 学着我也坐在了地上 撒破打滚了起来 这不行啊 毕竟是未来终身影后 割后他妈 我怎么能比不上他 看着警察来 我立刻就大喊了起来 各位街坊邻居 平平礼啊 见警察要走到了 我赶紧起身 飞扑到警察叔叔面前 大喊着 警察叔叔救命啊 他们要打死我呀 为了娶一个小三 要打死我呀 虽然我已经是一个 80多岁的老人了 还喊着两个 20多岁的警察叔叔 有点奇怪 可外貌看来 现在26的我 就是一个青春美貌的 年轻姑娘啊 则 终于 我和陆明远一家人 加上那个小三 一起被带到了警察局 他们一家人 在里面闹了很久 我也继续演了哭戏很久 终于在调解下 陆明远答应 给按照法律 把应有的财产交接给我 并且当场 重新拟定了新协议 这就是我的目的 除了出气 为了以后儿女的发展 我可真的不想 再过一次挖野菜 打小工 拉持孩子长大的精力了 说起来 无论是陆明远成功 还是我儿子以后成功到报 都是离不开 他们背后的女人 那就是我 尤其是我那颗 聪明的大脑袋 和过目不忘的记忆力 我清楚地记得 2011年后 那些一个个的投资机会 不敢冒着那么仅有的 一点点风险去尝试 这一世 我有了前世的记忆 别说其他 就那么一点点的风险 我都不能让它出现 出了警察局 我拿着协议书 开心倒不行 就感觉 美好的新生活 正在向我疯狂招手 之后的几天 快速领了离婚证的我 并没有搬进陆明远 跟去协议给我的房子 而是租了公寓 因为我知道 哪怕有了协议 陆家也是心不甘情不愿 他妈和陆萱萱 这对无比奇葩的母女 也会上门来闹 我不想刚怀孕 又像上一世 被他们害到差点流产 这是我不能承受的结果 对未来那个 更加丰富多彩的世界 更是一大损失 不过我也不能便宜了这家人 让他们以为我不敢去哪 所以我特意找了一家 有名的律师事务所 用了财产的50%的比例 邀请了他们 为我去搞定陆明远一家人 及后续的麻烦 50%对于普通人来说 已经是无法想象的报酬 可对于我这个满脑子里 全知道未来风口 在哪里的首富妈妈来说 健健和安安 还能不能和前世一样 那么的功成名就 风风光光 不过对于一个母亲来说 哪怕今生的儿女 不能和前世一样 我也是开心的 反正钱吗 疼老妈也可以赚 猴赛雷呀 不过我千算万算 我还是低估了 陆明远一家人的无耻 就在我搬进出租公寓后的半个月后 陆明远还是通过了他的人脉 找上门 敲门声响起后 我以为是外卖 结果打开门的那刻 我就看见了陆明远带着他妈 以及一看就是律师的人 守在了我门外 王玉杰 你几个意思 你以为躲在这里就可以了是吧 你想分我儿子的家产 你想得美 陆明远他妈张书芬 首先冲了进来 一边指着我鼻子骂 一边招呼他儿子 明远赶紧搜 跑这么远来租房 一定是藏了什么野汉子 没想到 陆明远真的私下看了起来 见此 我直接吼道 你们想干什么 你们这是善闯民居 我报警了呀 报警 你花我儿子的钱租的房 那就是我儿子的张书芬继续叫嚣 我看向那个律师 你就这么让这个疯婆子折腾 没想到 律师直接推了推他 那副金丝眼镜 我只是在保障我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好家伙 这是准备上门桌奸 方便在法庭上打官司啊 不是 我喊停了陆明远 直接质问道 你一个婚内出轨的人 凭什么来贼喊捉贼 陆明远只是脚步停了一下 连头都没有回 钱我只会留给我的儿子 王玉杰 你别痴心妄想了 我突然想起前世 当我生下孩子后 消息还是被陆明远发现了 他和他妈二话不说 就闯进了医院 要抱走贱贱 至于安安 则是得到了张书芬嫌弃的责声 一个赔钱货 有什么好要的 如果当时不是有医生和护士帮忙 恐怕 贱贱早就在那天 就被陆明远带走了 不过更让人气愤的是 他们没得逞 张书芬和陆萱萱 就开始满世界在外面宣扬 我在外面偷人 还有了孩子 把一切陆明远犯了的错误 全部放在了我身上 出轨 婚内生子 直到贱贱和安安上学以后 这谣言还在传 我还清楚的记得 有一次 满身狼狈的贱贱 带着哭泣的安安回来 一脸愤愤 我问怎么了 结果得知的就是 学校里的孩子 嘲笑妹妹是野种 哥哥不愤 和这群人打了起来 而谣言的起源 就是陆明远的那对便宜儿子 当时的我很生气 要上门要一个说法 结果被张书芬狠狠地打了出去 还插腰不停地咒骂着我 各种难听的语言 你这个贱人 有胆子偷人没胆子承认 现在要犯药到我陆家来了 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货色 什么陆家骨肉 我们陆家就两个孙子 结婚的时候你咋不生 离婚以后你咋突然有了 大家看看 这是野种找不到你爹 上门碰瓷来了呀 一句句 一目目 纵使到我死那刻 依旧不平 后半生 我想不复仇 可惜那时候的陆家 早已家破人亡 妻离子散 看上去是报应 可是 这报应不是我亲手给的 所以我依旧不甘 终于 陆明远看完了 我这小小的公寓 就连衣柜这些地方都没有放过 看得乱糟糟的房子 我冷冷看向陆明远 够了吧 满意了吗 陆明远脸色有点黑 张树芬再次骂了起来 没找到不代表没有 今天我就住这里不走了 明远 把新协议拿出来 随着陆明远从怀里 掏出一张协议 张树芬慢慢咧咧地 坐在了沙发上 啥寿千 我啥时候走 不只是我 还有李律师 就陪你好在这里了 那律师冷冷一笑 似乎是吃定了我的模样 见此我也不争 毕竟人家人多是重 我直接拿出了手机 准备拨打报警电话 没想到 张树芬直接起身 一把打掉了我的手机 大吼道报警 报什么警 这些年 你为我们陆家做过什么没有 吃我家的 住我家的 现在还想分走我家一半的家产 你这是诈骗 他说着 突然 外面传来了一道声音 根据刑法规定 自闯民居客 我放眼看去 外面站着的 正是那天来出警的一名警察 只是此刻的他 早已脱去了警服 穿着一身便服的他 贱眉心目 身子挺拔 手里 他还牵着一个 穿着蓝色十奴比图案衣服的男娃娃 粉蛋可爱 大概五六岁 正好奇的眼睛一眨一眨地看了进来 搬进这里的时候 中介就说过 这里贼安全 楼上住了一个带着孩子的警察叔叔 据说他的配偶 在几年前因抓捕犯人而牺牲了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竟然是他 张树芬和陆明远两人 也显然认出了对方 一个农村来的小老太 就算在城市里生活了几年 可对警察的畏惧还是在的 哪怕是 对方现在穿着便服 明远 妈突然有点肚子疼 要不我们先回去吧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场闹剧会以这样的方式结束 看着陆明远三人离开 我长长地松一口气 我又看向了 一直牵着小男孩 站在门口的那位警察叔叔 那个 谢谢你 我上前就来了一个90度的大驱躬 正好迎上他手里那个小男孩的目光 漆黑明亮 眼睛又大又圆 长得无比的可爱 一瞬间就萌化了我的心 王女士 你这样不累吗 耳边传来的嗓音清朗 又带着微微哑的声音 我赶紧又抬起头 黑黑的傻笑着 果然有人民警察在的时候 安全感暴增 想到这里 我连忙邀请对方进来做做 毕竟楼上楼下的 也要做一段时间的邻居 直到我的官司打赢位置 这一刻 想到他妈妈已经牺牲 我心再次被萌化的同时 又有些心疼 这么可爱的孩子 想必他妈妈也一定很漂亮吧 有空可以找阿姨来玩啊 我下意识地对着小男孩 招起了手 小男孩重重地点了点头 然后便见他们 消失在了楼梯的拐角处 只传来了那道略雅的声音 乖 下次如果有人和你打招呼 要说谢谢 我听到了一声轻轻的惊愣 关上门前 我注意到了旁边的电梯 想到如果他们是刚回来的 应该不可能停在我这楼 估计就是陆明远等人的响动 这警察听到后 特意下来看的 想到这楼 我又不自觉地笑了起来 大概是多了一份安全感后 这一天 我的心情都是愉快的 一边摸着自己的肚子 想着里面的双胞胎 我一边开始在上网查起了股市 我开始看那一只股票 终于找到了 几只在记忆里大涨的 为了避免蝴蝶效应 我还是谨慎地选了三只 将自己的钱 投了三分之二进去 这样 哪怕出现什么意外 总不能三只都出现问题吧 买完股票后 我又打电话 给了我的委托律师所 把今天陆明远的事情 和他们提了一下 要求他们这种事情 以后不要再发生 不然 我会立刻换一家律师所 哪有让被告 找到原告家里来闹事的 弄完这些 我开始躺在做饭刷具 大概是因为知道 楼上住了一位警察 这一晚我 睡得特别香 直到第二天中午 我的门被敲响了 陆明远 你烦不烦 我本以为是陆明远等人又来了 可打开门的时候 映入眼帘的是一张五官深邃的脸 还有他那挺拔身子下 还不到他腰不高的小小身影 正是住着楼上的警察父子 看着他错愕的看着我 我连忙灰溜溜的道歉 不好意思警察同志 我以为是我前夫 几分钟后 我得知了他们来找我的原因 他先自称了自己的名字 叫周元 那个小男孩 则是叫周云 小名叫云云 那个周元挠着头 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 对了一有重要的事情 本来是同事在帮忙照顾 结果他今天也有案子 所以 好 交给我吧 我立刻就懂了 只是当我准备去牵小男孩手的时候 却发现他窃窃的躲到了 他爸爸的身后 那个 他有点自闭症 因为他妈妈的事情 云云乖 在阿姨家等爸爸回答好不好 周警官耐心的蹲下身 柔声细语着 终于让小男孩 切生生给点了点头 这一幕 让我不自觉的摸了摸肚子 前世 我也担心过两个孩子的心理健康 害怕陆明远一次自地闹 会导致对孩子的成长不利 最终造成自闭等情况 所以对于这方面 我学习了大量的带娃经验 周元离开的时候 我从这位年轻的爸爸眼里 看见了感激 告别周元并关上门后 我将云云带到了冰箱前 正想问他吃什么 结果他却看着我的肚子 语出惊人道 阿姨 你是有小宝宝了吗 这倒是让我有些惊讶 因为到现在 除了我自己 根本就没有人发现我怀孕的事 请 哪怕是到了警局 我也没有拿这事出来说 这辈子 我只想拿到自己应该的 然后用自己知道的 提前为孩子准备好最优异的生活 当然 还要离陆家远远的 所以 我并不想让陆明远 知道我怀孕的事情 云云没有说话 只是啃着手指 眼睛眨巴眨巴的看着我的肚子 这不免让我想起 了周元口中的自闭 对呀 阿姨怀孕了 里面有一个弟弟 还有一个妹妹 以后和你做朋友好不好呀 我也没有在意 只是揉了揉他的头发 笑着自言自语说了几句 我发现他眼里闪过了光 只是稍纵即逝 拿了牛奶和水果后 我又将他领到了沙发前 让他坐了上去 并打开了电视 给他看了起来 答应周元照顾他儿子 并不是我对这位 年轻的警官有想法 承认他挺帅的 可我这辈子 已经不想再结婚了 只想把剩下所有的精力 放在孩子的教育上 前生 虽然我的一对儿女 都很成功 不过我一直遗憾的是 没有给兄妹俩好的童年 所以这一生 我想先创造好最好的环境 弥补前生的遗憾 而答应周元照顾他儿子 一方面是感谢周警官的帮忙 更多的是 我对这个小名叫云云的小男孩 有着莫名的心疼 以及喜欢 看着他眨巴眨巴的大眼睛 我就想起了我的女儿 前世 他就被评为 全球最有灵气的眼睛之一 要不 把他当童养女婿养 我拿着电脑坐到了沙发上 看着周云 突然脑海里蹦出了 这么一个古怪的想法 我的女儿哪里都很成功 也漂亮的不行 只是婚姻这块 像我 失败的不行 哼 我不免笑了起来 不知道周警官知道这事 会不会觉得 是送羊入虎口的感觉 不不 我不能继续想了 不知为什么 越看周云 我发现我越喜欢 为了抑制这种 封建包办婚姻的思想 我赶紧打开了电脑 调出了股市 虽然早已有了心理准备 不过当打开的那刻 我还是被自己惊呆了 我买的三只股票 居然都涨了 甚至有一只 名为新华联的股票 涨幅达到了70% 在我记忆里 这股票在2011年 最高涨幅 曾达到过 799.18% 上演过乌鸡变凤凰的神话 可因为这股票 是借客上市后 才达到这样的效果 所以在当年 还是有很多人不敢买 生怕自己买进以后 就会回到原来的颓废之境 可是我知道 这只股票的涨势 起码还有大半年时间 才会来割股民韭菜 但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昨天刚买的我 今天一打开 这股票相对于昨天 竟然才半天就涨停了 果然 这税后收入完全稳了 至于我买的其他两只 一只为新华联 一只为华夏幸福 都还在按照他们原本的轨迹 进行优良的涨势 我算了算 仅仅一天 我手里的资产就翻了近三倍 果然 干什么来钱最快 自然是靠重生以后的记忆啊 这一刻 我想到了 如果我手里的资金可以更多 我就可以更快地撬杠杆 想到了这里 我连忙给我委托的 律师所打去了电话 问他们 多久没有帮我拿住 陆家的一半家产 如果昨天已经有这钱 估计今天我就可以 卖进千万的门槛 不出一个月 就可以卖进一万的门槛 再按照 喂 王女士吗 结果 我拿超越前世 自己儿子财富的美梦 还没有做完 电话就接通了 嗯 是我 我想 结果 我话还没有说完 那边电话里 我就听到了张书芬的 大喊大叫声 以及我那委托律师的笑声 王女士 真凑巧 您这案子的被告来了 什么地方不闹 非要来我们律师所闹 你要不要过来看看 啊 我瞬间回过沈 这么好的戏 我怎么可以错过 我连忙看向了 在旁边不看电视 还盯着我肚子看了云运 云运啊 要不要和阿姨一起去 看一场好看的戏呀 你的未来老婆 咱回来慢慢看好不好 我带着云运来到了律所 还没进门 我就已经听到 张书芬的撒泼声 你们这帮收黑心钱的 就欺负我这老婆子是吧 我走进去 就看到张书芬 坐在律所的地上 剔头散发 整个人像疯子一样的 疯狂摆动着身体 把钱还回来 那都是我儿子的 钱王玉杰那个贱人 肯定是他给你们钱了 那可都是我儿子赚的钱 一旁的保安上去 想要把他架起来 还没等碰到他 张书芬仰头 就摊在地上打人了 打人了 还有没有天理了 都来看看啊 站在一旁的陆萱萱 立马接话 你们敢打我妈 等着上法庭赔钱吧 委托律师无奈地笑了一下 您是不是忘了 我们这儿是律所 最不缺打官司的 陆萱萱显然被噎了一下 倒是张书芬不依不饶 你别打什么法律管我 你今天敢动我 就得赔钱 几个律师面面相去 都是一脸的无语 我估计 他们应该也很少碰见 这种完全不讲理的人 用法律根本说不通 这种人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就地撒泼 大喊大叫 正在我拉着云看戏的时候 陆萱萱一回头 看到了站在门口的我 我连忙将云云挡在身后 你这贱人 你还敢出现 陆萱萱顿时露出了怨毒的神色 就朝我走了过来都是你 拿我们家的钱 还回来 几个保安折腾不了泼妇 但是对付一个陆萱萱 还是很简单的 赶紧将他拦住了 陆萱萱张牙舞爪的 尖锐的指甲划伤了好几个保安 气得其中一个保安 一脚踹在了他腿弯 扑通一声 陆萱萱跪在我面前 我连忙后退一步 不至于行这么大礼啊 怎么不去死 你这个婊子 陆萱萱怒不可遏 好在这场闹剧 并没有持续多久 警察就来了 他们三下五除二的 将在场的两个人抓了起来 任凭张书芬 怎么撒泼都没有 一旁的律师显然也没闲着 将刚才发生的一切 全都告诉了警察 两个人一边挣扎 一边被带上了警车 临走的时候 还用怨毒的目光看着我 真是一出好戏呀 王女士 委托律师朝我笑了笑 您的委托完成了 那笔钱会在三个工作日 打到您的卡上 我点点头 麻烦了 应该的 委托律师说道 至于刚才那两个被告方 估计没有个半个月是出不来了 我忍不住笑了 挺好 我躺在床上边养胎 边炒股 短短一个礼拜过去 凡是我买的股票 全部大涨 钱一笔一笔的进账 可以说是赚得盆满钵满 期间陆明远来找过我 大吵大闹的说我害他妈 但是被周圆赶了出去 这段时间还多亏了周圆的帮助 我看了看日历 感觉自己的计划 差不多可以开始实施了 于是我约见了陆明远 对家公司的老板 并且拿出了一百万 跟他敲了一波杠杆 并且将陆明远 卖假货的事情告诉了他 陆家哪得罪你了 让你这么搞他 对家老板问了一句 我轻轻一笑 我前夫女人真可怕 她不懂我经历的 自然不能理解 但是只要我目的达到了就好 其实也不算是我搞她 上辈子 她的公司就因为作假出过事 只是当时她的对家公司 忙着应对金融 根本没有时间搭理她 这才让她有惊无险地 度过了那次危机 但是这次不会了 我特意找到这家公司的老板 就是为了一鼓作气 狠狠地拍死陆明远 弄虚作假 这也是她应得的 一周以后金融新闻报了 神秘股神以一百万的资金 撼动整个股市 凡是我投资的股票 纷纷大涨 我和公司老板的合作顺利达成 有我的帮助 陆明远这次的危机来得格外的快 先是自己手里的货被查封 资金流一下陷入低谷 紧接着的 就是警察的调查 弄虚作假的事情一旦败露 等待她的只能是被人收购 趁着她焦头烂额的时候 我又联系了银行 陆明远无奈之下 只能跑去银行贷款 想要以此度过这次危机 然而得到的结论只有一个 抱歉 我们不能给你贷款 陆明远一瞬间像是老了十来岁 整个人变得颓废极了 她不会想到 是我提前通知了银行 没有人会帮她 没出三天 陆明远被带走了 陆氏集团正式宣布了破产 陆明远被捕的那天 我就站在不远处看着 这样一出好戏 我怎么会错过呢 原本我以为事情到这里 或许也差不多该结束了 但我万万没想到 更有意思的还在后面 这天我正在家里给我的花椒水 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我拿起来一看 是周元打来的 刚一接通 电话那头就传来周元的声音 玉杰 有个事我得跟你分享一下 周元平时一本正经的声音 此时有些难言笑意 我今天接到队里的通知 来这家红浪漫宾馆扫黄 你猜怎么着 周元忽然把问题抛给我 搞得我愣了一下 想了想 我问 扫到我熟人了对 周元笑了两声 你前夫的那个小三 背着他和另一个男的开房 正好让我们抓住了 听到这儿 我也没忍住笑了出来 周元说他踹门进去的时候 杨默默吓得花容失色 拼命地用被子折挡 旁边的男人特别怂 压根没管他 两个人一起被拷走了 我本来还不知道 怎么把这件事 透露给陆明远 没想到这俩人自己撞枪口了 本来杨默默想把这件事 瞒下来 特意找得自己家人保释 可没想到这要巧 今天张书芬和陆萱萱 刚好被放出来 两拨人见面一打停 当场急眼了 在警察局大打出手 他撕扯着杨默默的衣服 扇他巴掌 你这个贱人 你敢背着我儿子偷人 你敢打我 你敢打我 杨默默也不甘示弱 何况自己娘家人还在这里 张书芬一点没占到便宜 警察都拦不住 差点刚放出来又关进去了 最后两拨人 旗吃白脸地离开了 当然 我不在现场 这些都是周元回来跟我讲的 现在我们之间也越来越熟悉 经常一起带着云云出去吃饭 不得不说 周元确实是一个好男人 如果不是我拿他儿子当女婿看的话 可能陆家拿出了全部的钱 把陆明远弄出来了 当天 陆明远就去了杨默默家里 撕扯着她的头发 一直拖到了大街上 好事者全程录像 他们成功地在猛音爆火了 陆明远一巴掌扇在杨默默的脸上 嘴里弄骂着 贱人 老子让你偷人 让你偷人你个废物 你自己什么都干不成 活该戴绿帽子 杨默默的娘家人全都冲上来了 这场面不可谓不壮观啊 两人打着打着 杨默默忽然急眼了 我告诉你陆明远 别说我背着你偷人了 就连孩子都不是你的 听到这话 陆明远当场愣在原地 眼珠子都红了 没什么比自己养的儿子 不是自己的更难受的 就连陆家人知道这个消息 也是气得够呛 听说张书芬当晚就被送进了抢救时 这场道具话来的 是陆明远身败名裂 杨默默在整个互联网都出了名 对此 我的心里没有丝毫的同情 只觉得大快人心 落到这个下场 都是他们应得的 好不容易清静了几天 门口传来敲门声 我本以为是周远回来了 没想到竟然是陆明远 一见面 他扑通一声给我跪在了地上 双眼通红的看着我 玉杰 玉杰 我错了 你原谅我 我一时鬼迷心窍 求你了 他跪在我脚边痛哭流涕 而我立马躲进了门内 想要关上门 他却忽然伸出手卡住 玉杰 我知道你还爱我 求你了 咱们复婚吧 我以后肯定不出轨 他的眼神疯狂又心红 我心里有些害怕的后退一步 万一他忽然暴怒 伤害了我肚子里的孩子 怎么办 你的孩子是我的吧 玉杰 为了孩子 咱们和好吧行吗 陆明远一直哭诉 看我没反应 从地上站起来 步步逼近我 我连忙后退 心急如焚地思索着对策 正在这时 我看到陆明远的身后 一个高大挺拔的身影 忽然走了过来 我的心脏瞬间安静下来 玉杰 陆明远疯了一样地想要拽我 忽然身后的人一拳打过来 瞬间控制住了他 来的人正是周远 周远有些担心地 看着我你没事吧 我回来的时候 看到你没关门 就过来看看 还好你来了 我松了口气 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你敢背着我找男人 陆明远看到周远过来 瞬间爆幕 整个人像是疯了一样 拼命地挣扎着 好像这一刻 他把杨默默 绿了他的事情 也算在了我头上 他疯起来力气很大 周远显心没控制住他 最后 以袭警 私闯民宅 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等 恕罪并罚 被送进了监狱 听说张树芬得知这个消息 整个人瘫倒在地上 抢救是抢救过来了 可惜的是 偏瘫了 这一瘫 陆家那点白眼狼的基因 也算是暴露无遗 陆明远身在监狱 陆萱萱拿他妈当成累赘 动辄非打击骂 他们 再也不会有好日子过了 至于我 当然是刷刷股市 投资点钱 然后美滋滋地过我的 单身富婆的生活了 全文完结